一名確診新冠病毒的患者 在聯合醫院擅置離開隔離病格 前往護士站 其間病房的醫療儀器遭損毀 他又用鹽水架襲擊醫護人員 導致兩名分別29歲及45歲的護士受傷 被送往急證室治理 聯合醫院的發言人發聲明指 兩名護士一個人面部需要逢針 另一個人牙齒破損 警方接報到場 經初步調查後 以涉嫌商人拘捕一名55歲姓蘇的男子 聯合醫院在星期一表示非常關注事件 醫院對工作間暴力事件採取凌容忍的態度 強烈譴責有關病人的暴力行為 並且會嚴肅跟進 以及全力配合警方的調查 醫院事發後也即時加派保安員駐守病格外 以免發生同類型的事件 醫務衛生局局長勞寵務強烈譴責有關的行為 並且慰問事件中受傷的護士 並捉完他們早日康復 他也擇成醫院管理局 檢視核下所有醫院的保安措施 以確保員工和病人的安全 請問 請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